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 今天我们讲慕容姓以及鲜卑的故事 慕容 少数民族改姓 这是姓氏的第七种主要起源方式 比较典型的有 匈奴改牛 鲜卑改断 突厥改安 沙陀改理 契丹改肖 蒙古改元 女真改金 等等等等 都是这种情况 慕容鲜卑呢 他们是焦躁汉化的一支鲜卑部落 生活在西晋王朝的右北平到上古一带 也就是今天的北京 张家口和河北平泉这一带 他们非常喜欢汉文化 爱戴汉族的布瑶帽 所以说当时的人们就称呼他们为布瑶鲜卑 可能是因为西晋的时候 布瑶和慕容的发音非常相近 这一支鲜卑就按照当时明示的文艺气质 给自己取了一个在今天看来都非常具有文艺气质的姓思 叫做慕容 好 我们都知道 鲜卑是五湖乱华当中的五湖之一 那五湖为什么会乱华呢 这是一个大问题 困扰总裁很多年 史书上大多语言不详 对于五湖乱华这段黑历史呢 文人和史官一般都采取回避的态度 不太爱说这段历史 弄清楚这个问题呢 总裁也不是从书中找到了答案 而是随着人生月历的丰富 逐渐逐渐的慢慢看到 原来这个故事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着 这里总裁把心得分享给大家 怎么来描述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三国时代像曹操 曹璋 公顺站 夏侯渊 江维 马超 甚至是袁绍 等等北方将领 都能够轻易地搞定乌丸 鲜卑 匈奴 羌人 等等从东到西的各个少数民族 而三国统一后的晋朝呢 汉人突然就杀掉了 随便一个帮匈奴人打铁的部落 奴隶部落 捷湖都能够在北方作威作福 对吧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 三国时代汉人尚且能争善战 按你说统一以后应该更强啊 而为什么统一以后 强悍的汉族就突然变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呢 第二 面对五湖 三国时代那种能打的大将怎么一个都没了 这是什么情况 第三 五湖是怎么混入中原的 我们不是有长城吗 第四 逃到南朝的那些将领 比如谢安 刘豫 陈庆之 怎么突然又那么能打 但却收复不了北方呢 按总裁的心得 总结起来其实就只有一个原因 不是汉人不能打 而是司马家太能打 这个故事一直发生在我们身边 总裁这么来比喻它 司马家的兄弟们为了争夺院子里的几间房子 大打出手 互相谁都打不赢谁 怎么办呢 就请外人住进家里来帮着自己打兄弟 要是只有一个兄弟能打 这事也就好解决 打一架 最后谁赢了 听谁的呗 这个家也就有人当家做主了 而问题是 司马家的兄弟没有一个不会全谋 不会战法 不会战术的 结果谁都打兵谁 谁都吃不了谁 最后就是司马家的兄弟越大越少 而住进家里的外人呢 越来越多 突然有一天 外人做起了主 大家一看 这前院是待不住了 咱们就往后院去吧 后院 后院可是表兄弟的 是有主人的 孙无故地啊 可不是你们司马家的地盘 什么 你们还要让我们去帮你们把前院抢回来 老子秀逗了吧 咱们后院的东吴 要是当年有你们司马勒能打 还会憋屈在这后院吗 我们可打不赢 要抢你们去抢 这种故事 引着外人杀兄弟的故事 自古以来 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这群 特别能打 特别会算计的汉人家庭中 所以说 总裁现在也有两个孩子 我觉得地质规 一定要读 而且只用读懂一句就好 兄道友 弟道工 兄弟目 孝在中 对吧 这么沉重的话题 总裁实在讲不下去 就像那些文人 死官不爱讲这一段历史一样 我们还是来讲一些 轻松的话题吧 这里总裁给大家讲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观点 是什么呢 就是说 西伯尼亚 其实就是鲜卑尼亚的意思 就是说在亚欧大陆 从北极到北回归线 有一片广袤的大陆 叫做西伯尼亚 尼亚 拉丁语当中土地的意思 后缀一般是IA 和日尔曼中的蓝 也是烂的 还有波斯语当中的斯坦 并称三大地名后缀 比如英格兰 苏格兰 荷兰 波兰 等等 这都是日尔曼 蛮子的土地 巴基斯坦 巴勒斯坦 土库曼斯坦 这都是曾经波斯大流氏的故土 再比如亚美尼亚 巴西尼亚 坦桑尼亚 阿尔巴尼亚 罗马尼亚 葡萄亚 西班牙 这都是拉丁教皇的统治区 进一步 我们来看 澳大利亚 南方人的土地 保加尼亚 保加尔人的土地 甚至是爱泽拉斯大陆上的 潘达尼亚 熊猫人的土地 对吧 所以说西伯尼亚 西伯人的土地 当然 西伯是当地人的自称 被翻译成拉丁语后 又翻译回来 汉语的一个读音 这西伯 你们是不是能够联想到一个读音呢 就是 鲜卑 没错 这就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设 所谓西伯尼亚 正是鲜卑尼亚 鲜卑 何止百步千步 分布在鲜卑尼亚 这片广袤的区域内 它们当中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 也就是靠近南方的这一部分 最后成了汉家史书当中 记载的鲜卑六部 分别是 东部鲜卑三部 段式 慕容和语文 中部鲜卑两部 拓拔和突发 拓拔和突发 是同一个音的两种不同翻译 这个和西伯还有鲜卑 是一个意思 总裁觉得 西部鲜卑一部 起伏鲜卑 以及一个土博化的鲜卑 他们是慕容鲜卑之兄 非常厉害 叫做土玉魂 对吧 他们的简史呢 总裁也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 段式鲜卑 他们是最早南下的 很快就融入在 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当中 第二 慕容鲜卑 他们建立了燕国 天龙八部里面 一心想复国的慕容妇 就是根正苗红的慕容鲜卑 这个大家想必都很熟悉 第三 语文鲜卑 这一支比较复杂 你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 语文鲜卑 间接的建立了水朝 唐朝 以及后来的契丹辽国 第四 拓拔鲜卑 他们建立了北魏 统一了中国北方 北魏 这个中国北方的统治者 他们始终在两大文明当中纠结 那两大文明呢 第一个就是西域化 第二个就是汉家化 这两大文明 是当时世界的主流文化 他们呢 最终由一个叫做拓拔红的皇帝 坚定地选择了汉化 否则 我们今天的长江以北 很可能都是新疆的模样 这个很可怕 所以北魏孝文帝 拓拔红 是每一个历史老师 都会大大夸奖的好皇帝 第五 我们看突发先碑 突发 他们是拓拔的兄弟 最后被起伏先碑所灭 他们又回归到了拓拔先碑 第六 起伏先碑 起伏先碑 帮助福坚建立了前秦 也就是在南北朝时期 第一个统一了中国北方的少数民主 于是前秦的福坚就发动了一场统一中国之战 这个很有名 叫做肥水之战 后来肥水之战 前秦的百万雄师一马长江 结果被南朝的西安用两万北斧军打成渣渣 一战亡国 第七 朴玉魂 慕容鲜卑之兄 相当长寿的一个国家 他们一直延续到了唐朝 他们是怎么灭绝的呢 这里我们就要讲一个清藏高原上的八个级帝国 对吧 吐蕃 吐蕃的凶悍 想必大家可能都了解 吐蕃向东打入过唐朝的首都长安 向西打的当时非常强盛的阿拉伯帝国 不敢越雷池一步 对吧 也间接保护了我们的西域 没有被斯坦化 向南 我们都知道 他借给王玄策唐朝的一个将领 几千兵马 就征服了印度河 以及恒河流域 而恰恰不幸的是呢 普波若想中路出击 迎面撞上的就是侵害甘肃这一代的 普玉魂 所以说 普波费了九流二虎之力 终于把普玉魂灭掉了 否则总裁觉得这么强悍的土玉魂一定能够生活到宋代 说不定没准和陈吉思涵碰上一面 刚一刚正面看看究竟他们谁厉害 好 我们继续讲 继续讲鲜卑 仅仅是非常小众的鲜卑六谷 就能够在中国的史书中留下这么多印记 那这些鲜卑又是从何而来了 他们今天又在哪里呢 其实要解释这个问题 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看地球 我们从地球的北极点看下去 我们会看到广袤的西伯利亚平原 欧洲北部 中国北部 以及美洲北部 大胆地想象一下 从1.5万年前的智人文明崛起 到有史可考 这大概有1.2万年的时间 这期间发生的故事 只能够凭我们的想象去推理 持有西伯利亚 就是鲜卑利亚 这个观点的学者们呢 大概是这样推理的 他们有这样的观点 总裁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 在这1.2万年期间 何止百步千步的智人部落 游荡在北极 西伯利亚这样一片广袤的土地上 猎杀猛马像 以至于猛马像这种猛兽巨兽 都被人类所灭绝了 而这些凶猛的智人呢 很可能叫做原始黄种人 是当今所有黄种人的祖先之一 而他们的原始语言当中呢 很可能就自称鲜卑 好我们姑且叫他们鲜卑 这群智人呢 在迁徙浑血的过程当中 与当今的六大黄种人文明 都有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关系 怎么说呢 就是第一 最远古的留在北极的鲜卑 他们呢 就是爱斯吉摩人 或者英纽特人 成了今天唯一的北极圈文明 但远古的时代 北极的气候巨变 天气越来越冷 大部分的鲜卑呢 就只能从各个方向寻找南下之路 这就有第二 在1.5万年前到0.5万年前 鲜卑呢 逐步到达了美洲 和另一批到达美洲的印第安人浑血 并且继续南下 形成了玛雅 印加 阿兹台克等等中美洲的文明 第三呢 就是说 同一时期 鲜卑也从东亚的方向南下 和中国的东夷浑血 并且继续南下 形成了商朝人 和中国的中原土著 最终和中国西部的 炎黄文明融合 形成了今天的中国文明 第四 就是说 到了大概一两千年前 有一些鲜卑呢 选择了往欧洲方向南下 形成了今天的芬兰人 与此同时呢 也有一些鲜卑 从中国方向逐步南下 这就是中国史书中 记载的鲜卑六部 好 我们从正常的角度 看世界地图 我们会觉得 西伯尼亚非常的庞大 这是因为平面绘图法 造成的一些偏差 而当我们从北极点 这个角度看地球 我们会发现 鲜卑尼亚 北极 这一片区域 也并不是很大 在史前不像今天 这么寒冷的情况下 完全是有可能 有一个 共自然交流 往来的通道 任这群操着相同语言 制成鲜卑的部落 交流往来 如果真的存在一条 这样的鲜卑通道 我们就可以非常完美地解释 一系列按照现行观点 解释不了的问题 比如说 为什么中美洲文明 和中国商朝文明 那么相似 为什么金发碧眼的芬兰人 却是属于黄种人 而他们的语言 却不属于任何一个欧洲语族 他们究竟来自何方 第三 为什么北极原住民 是有别于蒙古人 印第安人 中国人的另类黄种人 第四 为什么远古的智人 能够穿越白宁海峡 到达美洲 而这个观点 也有不成立的致命伤 那就是我们汉家的史书当中 记载 鲜卑说自己 就是发源于大兴安岭的 大鲜卑山 并且世代生活在这里 我们可没有去过北极 什么美洲 西伯尼 这么远的地方 对吧 现在的科学家 主要认同的观点 还是说 鲜卑就是鲜卑 并不存在一个什么 自称鲜卑的原始黄种人 究竟存不存在这样一个 自称鲜卑的原始黄种人呢 这个终极问题 总裁留给大家去探索 好了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从慕容讲到鲜卑 又讲到原始黄种人 今天总裁讲的历史跨度很大 大家慢慢的消化 欢迎订阅 关注转发 自说自话的总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